美國要派到中國的大衣比天明年 這個博恩斯今天出席了 這個國會的聽政會 他是天天對抗中國共和台度 有哪補兵共旗交流臺灣 讓人很歡感 國家表示 要因為建政香港主權已高 所以他知道說 不可以相信中國的約束 美國住中國大衣比天明年博恩斯 二十出席參議院臨時聽政會 和英雄 住中國大衣 大部分都是經濟人物不一樣 不論是住親民廣告官 北断林貴又不願意出席 在聽政會上的發言 也転嫌對中國的共和台度 議會要認明對抗中國 也批評共旗了斷臺灣的行為 會協助臺灣提升綜合行為令力 古道會議員關心臺灣的議題 博恩斯除了重新美國的一中政策 也說到辦建政香港的主權已高 在現在中國的行路 都變成空壇 不可以相信 美國有幾年 給臺灣變成一個 無法打開的建構 支持擴大在臺灣軍修 同時美國做日本大衣 加做新加坡大衣 在聽政會上說 要擲民意的力量 共同應對中國的威嚇 外國保養政策部 中午教室會去斯陸法克和捷克後面 強化臺灣和中黨和國家的連結 以具體的行動 來闡述臺灣的重要的戰略地位 我們強勁的經貿實力 以及臺灣捍衛自由民主的決心 午教室二拿將會先去斯陸法克 在東地地庫所區辦的 臺灣論壇發表演講 所以去捷克接受 參與議題為得起 頒發國際貴賓的政策 為我優待 布拉格齊典 赫吉普 在IPAC 理解在臺灣羅馬所故行的第一篇會議 因為已經與行政的關係 我教室將感應 信心方向參加 記者 中漢部讀 記者 李宗盛